第一題在測量水密度的實驗中得下列的實驗數據 請問以下關於此實驗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這題在考控制邊音法 我們說過控制邊音法就是只會有一個操縱邊音 所以像我們的選項B說液體體積跟種子量都是操縱邊音 這一定是錯的 因為我們只會有一個操縱邊音 控制邊音法裡面保持不變的因素叫做控制邊音 我讓它去改變的因素叫做操縱邊音 然後我去測量的因素叫做應變邊音 我們看到這邊我們改變的是液體的體積 所以我們液體的體積呢是操縱邊音 選項A說它是應變邊音是錯的 然後呢我們去測量種質量 量桶質量跟液體質量 所以種質量是我們的應變邊音 所以選項C說它是控制邊音也是錯的 那麼我們全部都是測量水 我們是同一種的液體 所以我們液體種類保持不變 所以液體的種類是控制邊音 所以選項株是對的 所以第一題問我們說 請問以下關於此實驗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株 液體種類是控制邊音 所以我們先選擇 今天兩個人的就是白天炊述 我們先問一下 你先輸體 正確的